親愛的兄弟姊妹 我們繼續有關德行的教理講授 現在我們探討義德 天主教教理描述義德是 依循行狗和堅定的意願 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道的 義德不僅是個人應實踐的德行 更是奠定人際關係間的德行 義德只在創造一個團體 每一個在這個團體中生活的人 都能按自己與生俱來的尊嚴被對待 因此義德是和平的基礎 實踐義德需要實踐其他德行 例如誠實、正直、尊重法律 以及自力於大眾福祉 主耶穌說過 機殼無義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的世界因戰爭 以及明顯的不平等而四分五裂 無論男女都需要堅定地自力追求義德 使人類大家庭能夠在共用 團結與和平中生活和繁榮發展 教宗聖父現在以意大利語向我們致意 我向今日參加公開接見活動的英語朝聖者及旅客致意 特別是來自瑞典、邁爾他、韓國和美國的團體 在主基督復活的喜樂中 我以主耶穌基督之名 賜給你們和你們的家庭獲享天父的慈愛 天主保佑 聡員 聡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